最根本,潜在的花蜜,产能是取这一传 这个是它内在的因子,这当然不用讲 因为各种植物,或者说不同品系的植物 它的花蜜的产量,会不一样 对不对,会不一样,这大家都知道 这个潜能的大小,根据气象和环境状况 这个花蜜产量蜂蜜的生理环境 只要是两个因子,主要是两个基本因子 就是蜜线的蜂蜜能力,还有糖分的输入量 这个是蜂蜜的生理环境,是这两个基因因子 那这个糖分的输入量,受到光蜜的作用 及输导的影响 这个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光蜜的作用 就是在产生营养物质,光蜜的作用 那花蜜产量,某些是遗传及环境的结果 那这些基本的内在因子,就包含光蜜的作用 糖还有水移动和糖的利用 所以这个是蓝错综复杂的 蓝错综复杂的 蓝错综复杂的 这一张就可以看到蜜蜂在吸水花蜜 你看他的口气,现在是伸出来 伸出来 大家知道蜜蜂他平时口气是折叠在头部的下方 然后他要吸起液体的时候 他的口气才会伸长 然后插入 这里当然是会插入到蜜线 花蜜线,然后来吸水 这个花蜜 所以影响方面产生的因子 有遗传减叶在因子 遗传减叶在因子 遗传减叶在因子 我们刚刚讲的 那外在因子的影响 主要是气象跟土壤 气象跟土壤 那气象 是一个 很 复合物 是单因子的复合体 你在甜甜状况 同样很难去区别各自因子 只有在能工培育室 才能单普研究某一个因子的影响 所以这个只有实验室 或者说像中间大学 我们的食物生长箱 等等类似这种设备 这个叫做能工培育室 你可以去控制 是要哪个因子做变化 所以能工培育室 除了可以分析气象因子 也可以分析土壤的因子 所以这个是要研究这个气象跟土壤 对植物流密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能工培育室 这个能工培育室 这个就是一个能工培育室 所以能工培育室 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密闭空间 那这个它的光源 都是人造光源 不是人造光源 那里面的温湿度 当然都是可以控制的 可以很轻轻去调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能工培育室 能够隔离外界的干擾 这样才有办法去做 亲切的一个试验研究 好 外在因子 我们第一个看这个日照 日照 草板植物 草板植物 这个开花足够的日照 开花使足够的日照 草板植物 会自成高度的光源受药 所以 是这种 2 3 4 6 好